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冰莎 大家应该知道 之前日本推出的透明奶茶吧 就是它是像水这样 透明的 可是它喝起来 又是奶茶的味道 没有 我今天没有要开箱透明奶茶 因为 它在马来西亚也太好卖了吧 我根本买不到啊 前几天我就听说 Mix在流进透明奶茶的货 结果我在第二天去的时候 老板居然跟我说 透明奶茶在上家的三个小时内就卖完了 不过透明奶茶没有买到 我倒是买到跟它很相似的东西 就是这一款 它算是透明的优格吧 因为它叫优格water 可是它就是透明的好像水这样子 跟透明奶茶也是一样 透明的 可是喝起来 却有不同的味道 为了验证它们的味道跟真的有个有什么差别 像不像 我还准备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 炸炸 大家最熟悉的 安慕西 可是安哥不是原味的 这一个是葡萄口味的 然后这一个是苹果口味的 它的成分有水 砂糖 小麦来源水溶性纤维 酱料 火糖 柠檬酸 乳酸 柠檬酸 柠檬酸的维加米C 乳酸菌 还有这个糖醋 然后它这里有写是无果汁的 所以它虽然是葡萄的flavor 可是应该就是 flavor吧 我们现在试试看这个葡萄口味的吧 它也太难开了吧 到处来看 完全透明 哦 它很像 就葡萄的味道 它其实没有优格的味道 诶 好像有诶 有一点点 它有一点点 乳酸的味道 可是 我觉得 比较 真正的乳酸 应该不用比较 比较接近 像是 我们喝的 味道 还是 亚克之类的 那个 那个 义菌的那种 那种饮料 它的味道是还蛮不错的 它其实不会太甜 这个 就是一点点很甜 一点点酸 它还蛮适合拿来当不同水喝的 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苹果口味的吧 它总之就是透明了嘛 这个感觉很像 它这个味道很熟悉 可是我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我没有看错 它好像有点青青色 这个 真的假的 我有看错吗 为什么我感觉它好像有点青青色了 还是我看错了 为什么我感觉它有一点点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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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每个影片都要刷吧 我意思就是了 我到底哪一个影片没有经典的 你没有人要喝个水都有问题 我们等下再来收拾餐具 我们现在形容一下 我先拍完像 所以是真的有青色的吗 应该没有啦 应该是我眼睛的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怎样形容它们的味道啦 我觉得它们的味道很像糖果 你拿那种 糖果 然后放进水里面 融化之后的味道 因为它不会很甜 就是 像糖果酱的水之后 的那一种感觉 你要讲它有 很重的乳酸味 是没有 可能是因为它不是油温 它是油温我等 然后我误会了 我先收拾餐具 然后我的镜头也要没有电了 明明是开箱影片 为什么要搞到自己那么狼狈 所以 I'm back I'm back 我回来了 我刚才去吃了一点东西 拼近一下 让自己冷静一下 接受刚才发生的事情 暗默西 我讲我要拿来 compare的 可是喝了之后就 觉得说 其实不用compare 但是我还是喝了一下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 喝这个 瓶装的暗默西 听说 比较好喝 我不懂啦 不懂是不是 因为它放在瓶子的关系 然后可以 嗅到那个 钻奶 所以 有一股很重的奶味 然后compare 就这两个 刚才我讲我要compare的是天差地别 其实这个真的有点像糖果 放进去水里面脚 可能 10分里面它有一分像 有一分 应该有 应该有 有一点点像 其实它有一点酸酸这样子的味道 好 今天这个史上最失败的 适合开箱影片 anywayanyway 反正就要结束了 又到了我们的ending时间 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如果有喜欢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记得subscribe我 也可以去blog on instagram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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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